你現在所收聽到是台北桃園FM92.7 亞洲電台新竹苗栗FM92.3 亞太電台Teddy新兵樂 我是Teddy 哇今天真的很開心 這個2021年一來 這個就碰到了一些我的偶像 居然要來上我的節目 這兩位今天這兩位來賓很特別 我主持廣播將近快26年的時間了 他是從2021算就是邁向26年 我印象中我今天真的來之前 我就一直在回想這件事情 說我到底有沒有在節目當中訪問他們 我真的沒有這個印象 但是他們這個過程當中 也有很多包括出專輯啊 或者是演出啊 舞台劇啊 或者是這個 這個什麼演唱會等等的 居然都沒有碰到 在節目當中我訪問他們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個緣分 也讓我在2021年 一開始你看就可以訪問到偶像 這兩位太會唱歌了 而且有太多經典好聽的歌 他們這次兩個要組合在一起 一起辦演唱會了 真的是太棒了 3月27號就要在TICC 台北國際會議登場 就是趙永華以及林俊毅 待會馬上來到Teddy新兵樂 你現在所收聽到是台北桃園FM92.7 亞洲電台新竹苗栗FM92.3 亞太電台Teddy新兵樂 我是Teddy 今天真的很開心 2021年一開始 哇這個電台幫我安排的通告 來賓我都是超開心的 今天說這兩位要來 我真的啊 太棒了 這個就是 我是他們兩個超級粉絲 偶像 好喜歡他們的歌 好喜歡他們的歌聲 兩位居然有一件大事 要在今年開始 開春就要發生了 要辦演唱會了 太棒了 歡迎趙永華 嗨大家好 我是永華 Teddy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要稱永華姐啊 沒關係 都可以 你名字就是代號人 你現在叫阿姨也可以 哎呀怎麼來 永華妹妹啊 歡迎林俊毅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俊毅 哎呦 我剛剛這個 一進來就有 這個surprise 我說 其實我跟林俊毅說 我們有很多共同朋友 他說我知道啊 你也常常來 Easy Fight 聽我唱歌 就被發現啊 就有那種 那個叫什麼 粉絲在台下 還被那個看到這樣子 有啊 你都坐在那個 柱子那一桌 是嗎 柱子擋了一半 你都看得到 哈哈哈 你看是不是 而且就你們兩個的 每一場演出 我都在台下 真的嗎 謝謝你 大大 不然 Easy Fight 不能說每一場啦 因為那個是每週都有 因為每週 都去 有點貴 而且很吵 不能常去 也不會吵 就是說 就不是你們的 像演唱會 我都在台下 謝謝你 肯定 謝謝 所以聽到你們這次 居然有這個合作 真的太開心了 怎麼開始的 怎麼開始 這是我發想的 你發想的 對 因為 就是有主辦方找我要辦演唱會 然後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非常時期 如果我要做一個演唱會的話 那屬於我個人演唱會 通常就是一定是我的歌 那我的歌 那我的歌都比較難唱 然後我在台上唱歌這件事情 會耗掉很多體力 然後我沒有辦法那麼輕鬆的 把其他的情緒帶起來的話 就有點可惜 所以我就跟他們聊著聊著說 如果我來找一個搭檔好不好 那通常大家想到就是 或是說 同一個世代的什麼什麼誰啊 然後 或是找更老的前輩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不管這個人是誰 一定要可以平衡 幫我平衡跟 嗯 補足我的缺點 比如說我在台上 不會 那麼有那麼多機會 如果一個人的話 我是不太會說學逗唱 嗯 然後這個人一定要很有缺 我想說你哪有什麼缺點 哈哈哈 我唱歌的時候 你是完美的 對啊 謝謝你們 可是你們去看我的演出 其實我是比較 真正到了歌的情境 跟大家互動 我是比較感性的 嗯 然後我在台上 說比較少就對了 我比較 我愛唱歌 然後我其實在人前 其實我還是有點害羞 嗯 所以我希望來找一個伴 那是他可以捕捉這一點 然後讓整場演唱會 不是希望是Focus在我 而是Focus在歌 然後讓大家帶著 滿滿的回憶回去 跟幸福溫暖 然後我就想到了 近期之內很有緣的一個 一個人物 一直出現在我身邊 OK 這個人 為什麼 這個緣分怎麼來 我們待會聊 但我剛剛 聽你那一段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開始說 你說因為你的歌很難唱 這是對 不可否認 然後呢 所以呢 這個演唱會 都沒有你的歌嗎 當然有啊 當然有啊 嚇了一跳 如果Focus在我的歌 整場都是的話 OK 就沒有那麼多 好玩的事情可以聊 怎麼會 因為我會比較專心 在音樂上 因為我的音樂的 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沒有辦法分心 那如果找一個人 也很會唱 一樣跟我唱得很好聽 然後他還可以逗我開心 然後我可以放鬆 然後可以互相聊天 聊著聊著 所以我不是要去逗觀眾開心 他的工具 我是要逗你開心 我是逗貓棒 對不對 不是逗貓棒 對啊 原來如此 不然我想說 我們不用啊 你就即便你的歌很難 我們唱不到那裡 但是我們觀眾聽眾 坐在台下 還是很享受 是很享受 對 但我覺得我一般的演唱會 在一般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好的 所以你真的喜歡我的歌 到那個情緒裡頭 我是真的針對在最近這個疫情 我真的大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歡樂 更多歡樂 對 所以要有逗貓棒 對 你來幫我 我就當一隻貓 牠就叫我逗貓棒 那這個逗貓棒 那根棒子跟你怎麼樣開始有緣分 好 我是辣到你對一條 對啊 讓你這樣開心起來 沒有其實我是宅女 我很少出門 我鮮少出門 然後我偶爾去 就是會去一些優質的歌唱節目 就牠主持人 哦 了解 牠又得過對外主持人這樣 然後 哦 在節目上相遇 就碰到了 然後 當在節目上聊到音樂的時候 就會比較聊得開心 然後 不小心又會聊到我們喜歡貓 就覺得 欸 這個人好像覺得還蠻有聊的 嗯 然後我覺得這個 這個人 就是比我後來出現的藝人 他沒有像一般的藝人那麼懼怕我 我個人覺得我蠻親切 可是大家看到 可能是因為我唱太久了 因為就永華姐啊 大姐就會覺得永華姐你好 然後發現這個小孩完全不怕我 可以跟我亂打敬賽這樣子 然後我跟他不說 他就開始跟我說心事 我想說 我跟你有那麼熟 我跟他說心事 欸 我也不是隨便人都講心事 所以我剛剛一直誤以為他是活潑的 後來才發現 其實他跟我一樣是怕生的 了解 他可能就是一間如故的緣分 OK 然後鮮少 出門 去看戲 人家要我去看戲 他可能就知道我隔壁牌 他坐在旁邊 然後在鮮少出門 然後去看一個劇 發現他在台上唱歌舞劇 所以他也讓我看到了 另外一個林均一 就是如果大家眼中 既定印象裡面 電視上的林均一是屬於比較綜藝一點的 然後說學逗唱 可是其實他默默的在舞台 因為是和舞劇在練功方面 他已經進進到一種成績 非常地想要 真的喔 至於我 他最近以為就是很會唱歌的歌手 對 今天邀請到趙永華跟林均一 太開心了 我要介紹他們3月27日 在TICC的演唱會 我們收集一下廣告作品 有些人怕冒險 總是站在人多的一邊 有些人怕改變 永遠活在從前 我不想為生活劃著線 讓每個明天都像今天 一定有許多的美好 躺在陌生後面 趁著我還年輕 趁著心還能飛 再遙遠的夢都該不害怕去追 趁著我還年輕 趁著心還能飛 多看看世界 不要天天忙著後悔 有些人怕冒險 總是站在人多的一邊 有些人怕改變 永遠活在從前 我不想為生活劃著線 讓每個明天都像今天 一定有許多的美好 躺在陌生後面 趁著我還年輕 趁著心還能飛 但是我相信每顆星 總會有某個人能了解 趁著我還年輕 趁著心還能飛 再遙遠的風都該不害怕去追 趁著我還年輕 趁著心還能飛 多看看世界不要天天忙着崩溃 趁着火海一起 趁着心还能飞 再遥远的跑道 该不害怕去追 趁着火海一起 趁着心还能飞 多看看世界不要天天忙着崩溃 趁着火海一起 趁着心还能飞 再遥远的跑道 该不害怕去追 趁着火海一起 趁着心还能飞 她的粉丝吧 依你这么 涉猎这么多歌曲 她的歌这么经典 当然 因为我也是从小听她的歌长大 没有关系 我是从小听你们两位的歌长大 哈哈哈哈 自己也掉入陷阱吧 没有我觉得跟永华姐 我感觉到有一个点 她的眼睛亮起来 就觉得我不是 因为通常主持人对来宾都会 稍微做点功课 然后会讲一些比较客气的话 可是 聊到音乐的时候有一些点 她会 我会看到她眼睛亮起来 就是比方说我告诉她 我对你印象 第一首歌的印象最深的是 希望之歌 然后她的眼睛就亮起来了 因为她觉得 你好像觉得这首歌太久了还是 不是 因为她很难 对 然后我就后来再跟她聊 然后她唱某一些歌的时候 我都会 都会很打到我的心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这个人她的歌声里面 因为她很诚恳 这个人的歌声很诚恳 所以这个人必定是诚恳的 那我们对声音又比较敏感 所以才觉得说 那这个姐姐可能 可以继续聊喔 那这些就讲心事了 对 然后唱歌给她 唱歌她在当主持人 我唱歌她在台下哭 想说 这主持人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欸录影但是我还是 录完影 我还是有收回来啊 有有有有有 对啊 那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缘分 因为我其实跟很多的哥哥姐姐们相处 都蛮美 美大美小的 但 不 呃 不生气的大概也就一半 都会生气 有一半会生气吗 有一些 真的喔 对有一些 你是到什么程度 美大美找到什么程度 没有啊 就是 好啦 因为 例如 大家都知道 正姨正姐 是是 然后 我就说 大家都叫你正姨 可是我想要叫你正姨耶 她说为什么 我说 因为你是阿姨的姨 正 像牡羊做的 对 然后正姨 因为她也很可爱 这种她就不会生气 她说 我要是不是这个个性 你早就被我打死了 了解 所以 所以是从希望之隔 对 那你怎么 我想我从她第一张 真的吗 不是那个卡通歌的那个 对 就是你的第一张 我们两位今天两位来宾 都是我买过他们第一张 而且是卡带 谢谢 谢谢 你有卡带吗 我有 那是我的年代 你怎么有 她有 我也唱三十年了 她有 而且她 我上次去 我上次去 去 Legacy 看你演唱会的那一次 我带着那个卡带去 然后这样拍一张 自己不知道在干嘛 为什么 为什么你讲到你的卡带 你都会有一点害羞 我今天要来 访问之前 我还 跟我的同事说 我带她去访问 那个张文华 跟林俊逸 然后她说 然后我同事 也跟你认识 然后她就说 你不能讲到她小时候 她每次讲到小时候她就会害羞 我说 为什么 其实我们俩本来是一下就是蛮害羞的人 是啊 而且 她某些话讲到什么时候 我们就是 你看她脸红 或是讲到某些点的时候 我就会换我脸红 为什么 那个小时候 小时候很 你那是很光荣欸 对 可是 只差没有出过比赛 没有啦 有一段时间 我很抗拒 大家提我小时候 因为 可是那个也很久 就大概在我念大学那个阶段 点是什么 点是什么 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 然后 谁没有长大 那我现在把头 我就这样抢好了 没有 我在念大学那个阶段 会觉得说 那是以前的我 就是要等大人 不要再介意我小时候 你们不要 只有 我不是只有那个时候 你们不要从那边认识我 就只能要相处 然后 所以那段时间 比较抗拒 提我小时候 但后来 再长大一点 就会觉得 其实也蛮光荣的 对啊 超光荣的 从我小时候 你们两位小时候 我就越训练了呀 哈哈哈哈 而且 你看你最近 PO的一张 你要去高雄表演 你PO小时候的照片 对不对 我觉得那张照片 也是把我自己卖了 是不是 我就PO我第一张专辑 对啊 就是我买的那一张 小时候 真的 我等一下给你看 真的 两位第一张我都买了 真的都是买的是卡带 所以我真的是超级粉丝 从你们很久很久以前 谢谢Teddy 谢谢 所以听到这个好消息 一定要告诉大家 3月27号 是 这场超棒的 晚上7点钟 7点就开唱 因为我们两个很爱唱 怕唱不完 因为歌会太多 对 所以拜托大家早点来 还有我很想跟大家说 就是因为我们要很感激 就是很感激 全世界目前只有台湾这么自由 那所以当然我们要更小心 我们不要花多一点时间 凉体温啊 十明治啊 所以会前进 会比较长 所以希望大家早点 7点钟 我就要开唱了 7点 不要忘记 不然前半小时没听到 很可惜 开场最好看 对 休息一下广告座回来 这里是Teddy新兵了 我是Teddy 今天邀请到赵永华 是 林俊逸 大家好 3月27号 3月27号 晚上7点就开场了 是 就跟一般不一样 所以 但是这真的要很提醒 因为其实我们把它当做三场演唱会再拼 一定的 所以你们 你们两个加起来 这样一场真的太少了 而且我们两个又有很多歌 想要一起唱 那 所以 这节目就排不完 这个 就两个摆在一起又很棒 但是摆在一起又有点嫌少 这样子 所以怎么怎么弄呢 没关系 你们应该从下午唱到晚 没有如果这次大家听得不够过瘾的话 然后大家 我们听那个敲碗的大声度 对 我们就可能可以很快再有下一场 大家晚要敲大力 要敲大力一点 这一场就先来好好的敲一敲 谢谢 3月27号 7点就开始唱 因为两位的歌 经典自己的歌 再加上要唱别人的歌 对 然后还要合唱的歌 还要合唱的歌 这现在已经 歌单真的超难的吧 你们两位 对 list 已经多到不行 然后想办法说 怎样删减 或是说 一定不能删减的话 弄成组曲 这样每个人都有听到 这是一法啦 但是这个 我觉得还是很难 因为太多可以选 勇华姐自己的 光一场就已经是 就自己的 就唱不够啦 这是我的阴谋 你自己就要开四五场 你自己就要开四五场啦 这是我的阴谋 就是 我可不可以小小一个break 我可以唱一下别人的歌 如果均一来 我就可以 就是理所当然可以唱一些很多 我们觉得别人不错的歌 了解 对啊 OK 当然自己的歌还是要 自己的歌一定不能少的啦 对 所以我们很有诚意啊 七点就要开始唱 因为有时候 我知道 因为像你们这个 资深 资历很丰富 两位都是这样 唱很多很多的歌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 唱很多很多场了 所以有时候就唱唱唱唱唱 就一直自己 你们会想改 想改 会想要换 但是你知道 听众 这种观众 他还是有一种固定的期待 就是进去就 啊 怎么没有 怎么没有那些 对 你想要听 你想到赵永华 你就会想要听最浪漫的事啊 你就会想要听求婚啊 就会想要听这些歌 可是我们这次最浪漫的事 可能就有季节限定版 怎么说 最浪漫的是 永远都只有听赵永华唱 可是我可以跟林俊逸一起 让他变成更浪漫的事 更浪漫的事 对 那林俊逸有什么歌要拿出来 季节限定跟赵永华 其实 虽然我的 就是原创歌曲 大家没有这么的熟悉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并不是困扰 因为反而 我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去唱别人的歌 那 把别人 我多羡慕 不是 把别人的歌唱成自己的歌 自己的歌 这也是他的强项 他这个就是 天赋 天赋 就我喜欢做这件事 就是我喜欢唱歌 那 我们刚刚 其实这几天 跑了一些通告下来 我们一路都在被点歌 被点歌 喔 待会可以点就对 什么意思 是不是点现场唱啊 没有 就是说 演唱会要唱的 我要听到什么 就发现每个主持人都 自己会make a wish OK 有什么 有被点了什么 你叫铺火啊 对 我的铺火点播率蛮高 对啊 Why 还有《苏婆威郎》 你也是完全天后变成自己的歌啊 对 因为比方说《苏婆威郎》 对我来说就很特别是 大家印象当中 它是一个 登登登登登登登 对对 你很古老的 对 可是我的版本就是一个 比较 Garden 对 比较现代 然后是大弦乐的版本 然后它完全是走 走心的版本 然后 所以这首歌 我每次在唱的时候也 就觉得 会唱到人家心里 对 我自己呼吸也会很困难 因为我觉得 我们其实我们的slogan 那个叫什么文案里面 有一句话叫做 从人生有歌 唱到歌 有人生 那我觉得 《苏婆威郎》这首歌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因为 小时候唱这首歌 跟现在唱这首歌的 你的生命过程 你的故事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每次唱 每次唱都会有新的故事跟感动 《苏婆威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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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的出身 你都有帮忙 都是靠你帮忙 太棒了 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一首歌 来听什么歌 你只选好了 我选吗 因为我们每次的歌都好多 我觉得主持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那我就真的选到最早的 好啊 越飞越高了 好啊好啊 对着我微笑 跟着我慢慢绕 忘掉把烦恼 想再说再见 挥挥手把握住 一点快乐 逃无的感觉真好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青春的感觉真好 本来就是充满幻想 逃无的感觉真好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自由的感觉真好 啦啦啦啦 越飞越高 握住我的手 轻轻地对我say hello 感谢你在我最孤独的时候 对着我微笑 跟着我慢慢绕 忘掉把烦恼 像他说再见 挥挥手把握住 一点快乐 跳舞的感觉真好 跳舞的感觉真好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青春的感觉真好 本来就是 照我们幻想 跳舞的感觉真好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自由的感觉真好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越飞越高 对着我来的感觉真好 对着我来的感觉真好 对着我来的感觉真好